禽流感肆虐全台 现在却爆出很多养齐业者 预防禽类感冒 会把人吃的感冒糖浆稀释 然后为鸡鸭额来吃 业者说很有效哦 但是有民众质疑 这样养出来的禽类 给人类吃的禽类 会不会有药物残留 禽流感疫情让养殖场四主屁屁错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为了预防治疗禽类感冒 许多的养殖场都备有这一款感冒糖浆 扭开瓶盖把感冒药倒入水中稀释 这就是很多养殖业者 给鸡鸭额吃的感冒药秘诀 更是养殖业者公开的秘密 有点感冒 先生拿着我们的糖浆给他吃 把我们弄一只 在这房间 卖一只鸭额吃的感冒药秘诀 给大家 但是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清流感疫情 鸡鸭额煮熟了吃 没问题 反倒民众要担心感冒药物残留问题 更怕的是不肖业者 为了求疗效 更会加入抗生素 养殖业者自己当药师 让人实在吃的不安心 记者廖文斌 吴喜斌云林报道